儿子,明天你大姐家要给孩子举行周岁宴,他让我们全家都过去,趁着机会大家正好聚个餐,你应该和你弟弟商量一下,看看给孩子多少钱,太少了不行,上不了台面,会让你姐的婆家人看不起你姐姐的,我们必须邀给你姐姐睁脸。 我知道了,我这就打电话跟弟弟商量一下,你放心,我们肯定不会让我姐姐丢脸的,就在这时,小刚拿起手机给弟弟打电话。 弟弟,明天大姐家孩子要办周岁宴,我们来商量一下礼金给多少合适,妈的意思是不能太少,怕大姐在婆家丢了面子,正好我想问问你打算给多少钱啊,我俩准备一样的钱。 大哥,我和你弟妹商量过了,我们要随五千元,你呢? 你打算给五千千吗,这也太多了吧,就一个周岁宴,花这么多钱有必要吗?我觉得给两千就很好了,一丝一丝就可以了。 不行啊,大哥,去年我儿子周岁宴,大姐就给了五千块钱,我这次回礼肯定不能少于五千啊,只能多不能少吧,要不然别人会说闲话的。 原来是这样,那你们肯定也得回五千啊,那既然这样,等我跟你嫂子商量一下,明天你们就回来吧,我们在一起去大姐家喝喜酒。 行哥,那就这么说定了,明天我先去你家,然后全家在一起去大姐家,顺便凑在一起热闹一下。 没错,财神爷来了,留下一句财神到家,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。 小刚挂断电话,来到卧室和妻子商量礼金的事。 媳妇,明天大姐家的孩子举行周岁宴,让我们全家一起过去,正好趁着机会热闹一下。 是吗?这也太快了吧,孩子都一岁了,真是有苗不愁长啊,怎么感觉别人家的孩子长得这么快啊? 我们是一家人,必须得去啊,而且还要给孩子钱,你想好给多少了吗? 我还没想好,刚才给我弟弟打电话商量了一下,她说大姐去年给他们家随了五千,现在他们也要随五千,不然我们也随五千吧,就别搞特殊话了。 不行,我不同意,一个孩子半周岁宴,哪有给这么多钱的,更何况给他们五千块钱,那我们这个月还生不生活呀? 你说的也是,我也觉得给五千太多了,那么你认为应该随多少呢?我听听你的意见。 那就随五百吧,亲戚之间礼尚往来是应该的,我们以后有事,他们也肯定会还五百的。 老婆,五百会不会太少了?我弟弟说他要随五千,咱们却随五百这样差距有点太大了吧?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?你弟弟随五千,那是他的事,我们就随五百,一分钱也不能再多了,五百块钱,我都不舍得拿。 老婆,这样不太好吧,明天我们一起过去,弟弟拿出五千,我这个当哥哥的只拿了五百,我的脸岂不是要丢尽了? 既然你怕丢脸,那行,明天我拿红包,谁要问我就跟他们解释一下。 要不,我们还是和弟弟一样吧,都是做舅舅的,礼金一定要一样多。 如果我们真的拿五百,那大姐肯定也会没面子的,我实在是做不来这种事。 老公,你知道我们前年孩子周岁燕的时候,你姐姐随了多少礼金吗?你姐姐就随了二百元,她怎么就不觉得丢面子了? 现在她家孩子周岁燕,我们给五百,还多给了她三百呢?我感觉她应该知足了。 正如你刚才所说,你弟弟之所以包五千的红包,是因为去年大姐给他们随了五千,现在你大姐家伴周岁燕,她肯定要还回去的。 所以,你弟弟随多少钱,我们也管不着。 话虽然这么说,但当舅舅的就给五百太丢人了,大姐给多少是她的心意,我们不需要和她计较那么多。 现在跟以前比礼金上涨了,跟以前比什么呀?以前雪糕还三毛钱一根呢,现在三块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 为什么不能比较呢?我们女儿今年才三岁,也没过去多久啊。 如果你说十几年前大姐给了二百,那我们现在随五百,那就太过分了。 可如今咱们家的孩子就比你弟弟家的孩子大了一岁,你大姐都能给你弟弟随五千给我们,就随二百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 不然我们再加五百,包个一千的红包吧,想凑个整数,看着也好看,这样总可以了吧。 一千就一千吧,不能再多了,我想大姐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。 这时,婆婆走了过来说,大儿媳妇,你弟弟包了五千元的大红包,你们当哥嫂的只包一千,太丢人了吧,你怎么还好意思拿出来? 婆婆,你说我包一千元,弟弟包了五千元,你是孩子的姥姥,你打算包多少啊? 据我观察,你也准备了五百元吧,你是怎么好意思说我的? 我包一千元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,所有人都知道人情是相互的,大姐怎么对待我,我怎么对她,这是很公平的呀。 此外,当初她只给了我家孩子二百元,我现在给她随一千,已经足够给她面子了,比她多给了好几倍呢,弟弟的孩子比我的孩子晚出生一年多,大姐给她包了一个五千元的红包,我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,而弟弟现在也随了五千元,她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地还了回去,但是我呢,却多给了大姐八百元,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?你能和你弟媳妇比吗?她是什么人,你又是什么人了?我想你心里应该有点数吧,我就不明白了,他们都是大姐的弟弟们,为什么我们不能和我弟弟家比呢? 我又怎么得罪你们家了? 你弟妹生了一个大胖儿子,而你只生了一个女孩,是个赔钱货,将来也是个外人,你怎么能跟你弟妹比呢?你是怎么当婆婆的?我最讨厌听你说这句话,生女孩怎么了?生女孩就比别人矮一头吗?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哪还有重男轻女的说法呢?你的思想思维也太落后了。 不管什么年代,男孩都是延续香火的,你家生了个女孩,就是一个赔钱货,女孩长大后都要嫁人,随便给点礼金就行了。 原来大姐当时给我们二百,是你给支的招啊,我就说,同样都是生孩子,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?原来都是你的原因啊,都是你这个好母亲在背后指使的呀。 既然你这么说,那我明天就随二百吧,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 儿子,看看你把你媳妇都灌成了什么样子,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,既然你管不住她,那只有我这个婆婆替你管教了,你看看她什么话都敢说。 婆婆,你还想让你儿子打我吗?这是我们夫妻的事,所以你不要混为一谈,弟弟给了五千,那是因为他欠大姐家五千,我们欠他二百,所以只要不少于二百,你就无权管我们,我们愿意随多少,那要看我们的心情。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?就随二百,你也好意思说这话,你不怕有人在你背后说闲话吗? 谁爱说,就让他说去,我怕什么?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姐姐这次生的也是一个女孩,如果到时有人觉得我随得少,我就告诉她,这是我婆婆教我的,生女孩就得随得少点。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我什么时候说的,生女孩只能给二百了,你不能让我背这个黑锅? 你刚才还说,生一个女孩,随便给一点就行了,正好大姐生的也是个女孩,我随二百不正合你的心意吗? 我不听你的,你就说我忤逆你,我听你的,你就说我是胡说八道,你到底让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啊? 好吧,你就这样做吧,我看你明天有什么脸,去喝周岁燕酒,我怎么不敢?如果有人问我,我就说是我婆婆让我这么做,我不敢不听她的话,如果不听话的话,我婆婆就让我老公打死我,你怎么能这么说呀? 你不能把事情推到我身上,儿子,你还是不是个男人,怎么连一句话都不敢说,你就看着你媳妇欺负我吗? 妈,我女儿也是我的心肝宝贝,我不允许你这样看不起她,既然她当初区别对待,现在不要怪我们不给她面子,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,随多随少都是我们的心意 反了反了,你宁愿听你媳妇的话,也不愿听你妈的话,如果你明天比你弟弟少得太多,我看会丢谁的脸 妈,这都是礼尚往来的事,我们没必要打中脸虫胖子,也没必要给别人看,再说了,是大姐她先区别对待的,更何况我们已经多给了八百,你还想让我们怎么做你才满意? 你真的把我气坏了,儿子,你和这个女人生活了几年,现在怎么也变得这么小家子气了,今天我就把话料在这里了,你必须要和你弟弟一样,你不能给我们家丢脸 既然你这么说了,明天你自己去吧,我们夫妻俩就不给你老人家丢人现眼了,明天我会把二百块钱转给大姐,我们就不去了